玩具ATV 大家好,我是小銀 我是Luffy 我又想問一下Luffy和小銀你們兩個 今天Cosplay的是什麼角色呢? 我們現在Cosplay的是FGO的角色 我是艾雷 我是伊絲塔 我看你們經常Cosplay FGO的角色 為什麼FGO呢? 你們是否對這套動漫特別喜愛呢? 其實我大概十年前 由Face Day Night開始 已經有追Face的動畫 慢慢一路追他的系列 直到他出了手遊 我都一直玩他的手遊 所以一直都很喜歡這套作品 今次我們就用FGO這個主題 來出了我們的產品 甚至在動漫節這個期間 我們都會出他的角色 除了FGO的角色之外 你們自己平時還有Cosplay 開一些什麼角色 我們平時都會有Cosplay很多動漫作品 如果我們真的會有出產品 就是拉姆和雷姆 維玲的作品 就是這兩本書的角色 十八禁 我想十八禁對我們的觀眾來講 是特別吸引的 其實他們對健康一點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即是做Cosplay 有時候你們都會 例如好像這些 可能會比較大膽一點的寫真 那在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說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 可能因為我們拍攝這些寫真 通常都是兩個人在一起 還有我們一定會找一些 相熟一點的寫 可能是寫得比較久 或者是相處 覺得它真是一個很 怎樣說呢 對 安全 會有灰色 都是朋友很熟 很熟的朋友才會 會做足打底 做足安全措施 還有我們有時候會帶小精靈 就是一個小幫手 在途中就確保整個過程都很安全 這樣去 才會拍攝我們的作品 你們的拍攝很唯美風格 其實很漂亮 那你們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說那些姿勢 需要特別去 怎樣去擺姿勢 練習過了 然後才 好了 到拍攝那天才真的來了 這樣呢 對我來說是絕對需要的 因為如果我拍一些比較性感的角色 我是會硬了 我是會不會擺姿勢 因為我很緊張 那這個時候就要少人來的輔助 就會說 喂 你不要這樣擺 好樣子 就會 都是靠你 都是靠你的 我自己就可能會看多些 可能是 參考一下其他人的寫真集 看他的姿勢 怎樣擺姿勢 或者是 上網看看一些畫師的圖 都是 參考一下動作 然後再看看自己 哪一個角度 會拍得最漂亮 那樣 我看一看 我看到你們有很多很漂亮的 一些寫真集 一些作品 那你們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跟我們的觀眾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最新這一套 就會是FGO主題 我們會有艾雷伊斯塔 然後我們另一本 就會用夏日來做主題 就會有小莫 黑傻 迷X和BB的角色 然後我們半年前的作品 然後我們半年前的作品 就會是 黑精和白精 這樣 這個就真的是一年前 剛才給大家看過的 我們的 拉姆和雷姆的寫真書 就是 一年前的時候 已經開始拍了 這本 非常感謝兩位 接受我們ToysTV的訪問 那你們最後有沒有什麼想 跟我們觀眾說一說 其實我們這次是第一次 放了五日 在動漫節這裡 真的很累 對 繼續在這裡見到你們 拜拜 拜拜 You are watching ToysTV 好厲害 厲害 玩具TV 今次不僅僅說玩具 講完 Crossplay 和Crossplay 今次我們都很難得 可以找到不同的Crosser 跟大家介紹一下Crossplay 今次 第一彈 我們請到 花莉 如果大家都喜歡 有留意開Crossplay 的話 花莉基本上 大家都很熟悉 Say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莉 可以叫我花莉 或者Hanali 是日文 Hanali 都想問一問 今次 其實是否每年的動漫節 你都會在這裡 每年的動漫節 我都會去 之前已經去了很多年 好像2009年已經開始去 不過今年是第一次擺攤 所以都有點緊張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雖然是擺攤 剛才其實初步都看到 本身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其實都可以再看一看 一些寫真 咦? 雷武 不過話是說 其實本身有沒有特別 鍾情於哪一個角色 最喜歡 就是我現在出的角色 是FGO裡面的BB競 對 很喜歡擺這個 牛奶妹的姿勢 好像小惡魔一樣 又有點狡猾 但又會挑逗 厲害 其實本身 我相信 Crosplay這個 這個玩意 我這樣說 都已經一段長時間 還有很多不同的 朋友都想加入Crosplay界 其實都 有了這麼多年之力 2009年開始 其實對於一些 新的想做Closer 你會不會有什麼 提示給他們 有什麼意見 如果意見的話 其實我都 出少過10年的 不過 現在都可能 八、九年 出了 如果提示 可能他們要準備 這個架法的時候 都要剪得好一點 其實在整個造型方面 就會好看 可能要注意 會不會後移了 或者一些小飾物 如果 例如 角色 是 胡蝶傑 要挺起 可能要加一些 鐵線下去 一些小的 心意 就會令到角色 更加像 你出的時候 都 Side Track 我本身也認識了不少 喜歡玩Cosplay的朋友 例如豆腐 那些 都真的 擺了很多心力 去揣摩他們 扮演的角色 其實就著 例如說 一些動漫角色 你想盡可能做得神似 你會用什麼方法 去揣摩那個角色呢 如果揣摩的角色方面 就可能要看多些他的圖片 或者了解他的角色背景 就像我這個角色那樣 我小魔掛 就開心笑多些 有些角色就會無口 不可以太過表露表情 不同角色的性格 就會影響你 擺出來的姿勢 就會更加相似 和你上課的角色 是啊 我又想問一下巴黎 其實你是因什麼原因 會去玩Cosplay呢 其實我本身也是一個小獨讀 有看一些小說 即是日本小說 黑小說和漫畫 然後當我朋友發現 我有看的時候 是中學同學 他就介紹了我 帶我來動漫節一起玩 就跟我說 原來動漫界會有Cosplayer這個存在 我看到Cosplayer很漂亮 打扮得很好看 第一次就進入了Cosplay的圈子 如果從你的角度來看 整個圈子 一班朋友一起玩Cosplay 對你來說 影響都很大呢 對呀 沒錯 有朋友的話 就會開心很多 還有 可能會互相鼓勵 或者互相幫忙 有時候 例如我出一個角色 我在前幾天 還沒做好東西 可能都會叫朋友一起 幫我做一些飾物 就可以一起完成這個目標 就會很開心 即是到出來 很漂亮 小小的被人拍 就會覺得很開心 不爭 我也順便問一下 其實我想做一個Closer 最難處理 我自己覺得 都會是服裝方面的 因為其實看到你有不同的造型 還有每一次 每一件衣服 都是很華麗 很漂亮的 其實在這裏 你花了什麼心力 在那些衣服上 之前是多數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一些店 可以買現貨 五、六年前 還沒有很多店 可以買到現貨 或者一些很高難度的衣服 就會自己製造 例如 有這一套 它那個披風 其實它是要立起 還有它下面一些 好像按摩 那樣 它那個 避風也是要立起 有高有低 要立起它 就要加鐵線 在裏面 還有我又會希望 在這件衣服 會用一些特別的材質 即是這個亮皮 製造就會更漂亮 但是因為 如果 就這樣 用普通布 我就會覺得 戴不出那種 有種 未滑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 用靈皮製造 又會再增添了 製造那件衣服的難度 即是 現在就 現在出課 其實都方便了很多 可以買到很多現貨 即是好像我現在這件 這樣 一件好像泳衣 這樣的衣服 就會很容易買到 但是 有些複雜一點的衣服 就會我自己嘗試挑戰 即是如果很想出的話 就會自己車 由買布 買材料 買一些衣車 就會自己車 道具 之前都有嘗試做的 即是好像一些遊戲 裡面的角色 例如FGO LL 英雄聯盟 有打鬥類型的角色 就會用武器 都會自己挑戰去做 我想今天這一節的訪問 就差不多了 或者我們也可以再移私 去下一個Crosser 那邊 多謝花蕾先 好 多謝花蕾先 待會兒再見 再見 再見 這次來到的就是 是Olive 的Canta 剛剛見到劍之月女的造型 我唯有只可以做這個 哥布林殺手 好 Anyway 都看到後面有一張很精彩的海報 今次都是用劍之月女造型 是否很喜歡這個角色 也是 因為劍之姓女的遭遇 令我一直很同情 但是她克服到過去的慘痛經歷 然後成為了一個 有用者資格的冒險者 所以我覺得她給了很多靈感 作為做人 都很有鼓勵 其實除了今次這個造型 我看到其實 之前Olive都已經cross過很多 很多不同的角色 會不會有哪幾個 你會特別喜歡的 最喜歡的就是 FGO的尼陸 還有C將 還有就是 Jojo奇面冒險的角色 本身我都是FGO迷 亦都是Jojo迷 但是你說Jojo的話 你是cross哪一個角色 有cross過迪奧 也有cross過第五部的 大小姐 其實你都過往有試過很多個造型 其實每一次從想起一個造型去構思 至到完成一件作品 穿上身 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首先考慮一下角色 適不適合自己 有時候你喜歡不代表 一定適合你 那裡考慮了可能兩個禮拜 然後就開始想 如果要做多件衣服 素材用什麼好呢 譬如Jojo的話 我會覺得 用膠皮 或者皮 硬朗 和柚形的感覺 會出到一些 譬如這件 聖女 我就會用這個 婚紗段 和雪紡 加起來 做出一個 妝嫌 和同時都有 輕飄飄的感覺 這裏想 我就慢一點 可能想了十天 然後再到做 做就反而很快 其實因為我買布的時候 已經想了怎樣做 然後一邊回來都是加工 車 然後就到假髮 假髮你都要 因為每一個人物 他們的前陰 或者旁邊的頭髮的細節 都會不同 我就會比較執著想 去表現出來 所以有時候 買了一個假髮回來 就會剪一下 再看看 對不對 有時候剪壞了 又要再買一個 然後 再到試妝 我會 這個步驟 有些人會避免 但我自己都覺得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角色 眼神 不同 你可能用那個 假睫毛 會不同 你畫眼線的方法 也會不同 然後 上下節目的配合 有時候都很重要 眼影出來 會怎樣 用什麼顏色的眼影 我會試幾次 再選一個最適合的 出來才去拍照 你Cosplay了一段長時間 其實除了香港 你有沒有在其他國家 都有做過Cosplay的表現 很榮幸 我們都受邀過去台灣 泰國 馬來西亞 和印尼 新加坡 和菲律賓 那邊 我們都有表演過 做嘉賓 或者是台灣 我們印象最深刻 因為台灣 我們第一次受邀 就是去到高雄的一個 event 我們就全隊人一起 去表演 Love Life 那裡的Love Life 就很熱情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跟他們第一次見面 但他們那個 打氣的方式 是熱情到 好像已經看了很多 我們表演的觀眾 然後因為台灣的 粉絲也很熱烈 所以我們後來 都在台北那邊 再搞了一次 我們的one man show 就搞了一個 Live 那見你今次在會場 都會有些書 和一些post 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次的新書 都是哥布林殺手的 劍之勝女 這個就是封面 因為這個劍之勝女 是過去一個陰影的角色 他曾經被哥布林 襲擊過 但他都可以重新鎮作到 然後成為一個 金牌的冒險者 那我就覺得 是很賴自己的故事 那我希望可以 自己都可以 好像他那麼堅強 問一問一問一問 其實我相信 很多朋友都 想試試玩cosplayer 也都會有很多 我叫新手 那其實 對於一些 新的朋友 想加入cosplay界 你會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那如果剛開始玩的話 我自己呢 我會建議 首先選一些 跟自己外型比較配合 或者外型氣質比較配合的角色 譬如你比較文靜的話 可以去選一些 靜一點的角色 如果你會配一些 可以選一些 運動型 這樣 會容易一點去駕馭 到你開始 或者一定經驗的時候 就可以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挑戰一下 做一些 跟自己性格比較不同的角色 那也是一個樂趣來的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 那今次 或者跟Olive 聊天聊到這裡 那就 預祝你今次 本社真大賣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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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